哈囉大家好,我是國際影片中軒 OK,現在是晚上時間 這個影片拍得很臨時 這樣燈光不上美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最近買的護臉 因為我不喜歡我家打開門 就一覽無遺我家的狀態 而且這樣子好像風雪不好 重點是大家真的不知道我最近經歷了什麼 我最近低潮到不行 而且我繼續染頭髮,然後在過程中 染頭髮的時候頭會有點痛 可能是因為藥水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接著腸胃病又犯大痛,認真大痛 然後感覺就很不好 我手機咧 我的手機在哪裡 它在這裡 現在才8點50分 我剛剛7點多的時候就在床上 有點累了想睡覺 那你知道人有時候犯賤 就想好好的睡覺呢 我又手賤的把手機拿起來滑 我就看到了我以前自己的影片 看了一些以前的影片 然後自己那樣子的狀態 我就覺得 你們懂得感覺嗎 就覺得那個時候的我真的很 很 很 你懂得嗎 就覺得很喜歡 就是我很喜歡 我剛剛那個門 全部都開了 我腦袋那個門全部都開了 我就想要拍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Oh my god 真的用影片紀錄自己的生活 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我真的推薦給大家 我最近真的度過了很低潮的狀態 本來想說去染個頭髮 弄一些裝扮 來讓自己就是有點 新的一年,新的裝扮的感覺 可是那時候回到家 心情還是不好 一看一下今天的影片 整個都開了 在此這邊推薦大家 從現在開始可以紀錄自己的生活 可能三四年後 五六年後 回頭看一下當初的自己 就會覺得 Oh my god 你不懂那樣子的魔力 你們 唉唷 你們懂嗎 你們懂嗎 有沒有懂我 我現在很想跟大家分享這樣的心情 有沒有懂我 冰性跳舞 我現在整個很high 你看我現在在家裡 就像這樣子一個人 這髮色其實也蠻漂亮的 你看這個肚臉的感覺就這樣子 一走進我家 打開來 才會 進來我家 So you know about that 我這很 我這很 亮一點好了 這樣皮膚才會亮 I'm so exciting 真的現在的感覺真的 Oh my god 我知道 我的親戚有在看我的影片 Maybe是我爸 Maybe是我姐 我只想跟你們說 1月11號 如果你投了韓國瑜 你給我試試看 我姐應該是不可能啦 可是Maybe我爸 還有他再婚的那個老婆 他們是韓 最近我也明顯感覺到 台灣社會的氛圍有一點大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告訴年輕人 拜託你有投票權 1月11號一定要去投票 我 你相信我 老人家當天呢 一定會八九點準時在那邊接排隊 他們現在很聰明 會拿小板凳在那邊休息 把他當姐妹會 團聚 我現在已經立即他們的招數了 而且 這邊不瞞大家說 就算我們現在全部的年輕人 有投票權的年輕人 都去投票 然後我們也投 Maybe某一位候選人 那一位候選人 也不一定會當選 因為在台灣 中老年人的族群比例 就是比我們多很多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會告訴大家 年輕人有投票權 就出來投票 台灣完蛋 OK 但是 你牽扯到我了 我必須關心 所以 唉唷 我臉有點大耶 現在是素顏 所以大家可能會有點覺得 我長得很不一樣 Sorry 可能這個角度有點不好看 要這樣子 我現在正式宣佈低潮 結束 明天起床 我要好好迎接我的人生 Thank you 大家 現在在看影片的 如果你有投票權 你如果沒有出去投票 我可以接受 那是你的選擇 但是還是要講一下 在一個民主化的社會 這裡有人民不和權 不民主 憑什麼想要我們的社會福利 小心 我把你的健保卡剪掉 So thank you 大家的觀看 全人類都要加油 So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 記得將做結尾喔 OK 明明是關心 明明是下個拜